嗨,各位小财神,今天过得都还好吗? 我们紧急来了一支影片,来跟大家聊聊这个 大户呢,它最新的周边商品来了 但是呢,它的这个任务的挑战,我觉得也不轻松耶 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防贷任务 哦,这个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很好奇啦 就是,诶,为什么我们的MGM活动开户还没有开始推 但是要先推这个呢? 好,那这个我们会在最后跟大家做说明 但是呢,我们先来看看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赠品 还有如何参加它的活动,好不好? 来,那个大户的防贷任务送的是你看到的这个画面上很漂亮的 这叫什么?专属的碗 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这个所谓的广负号的提带 都会在这次的活动里面送出来 那怎么参加呢?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原来大户呢,也有所谓的防贷服务啊 毕竟银行嘛,他们开门就是做生意 所以他除了提供这个高利活储的活动优惠给大家之外 他也有提供一些贷款的服务 那这些贷款的服务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嘛 这个等一下会介绍 第二个是本团就团怎么玩 如果你有贷款需求 是否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再拿到更多的好康呢? 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主题 第三个是本团也有加码好康 新户有什么?旧户有什么?今天来跟大家一次说清楚 来,第一个大户也有房贷服务 这个就有趣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刚刚找的这个 大户他自己本身的官方网站上面有写的 买车买房资金运用 带你实现大家优惠 那他有两种 一个是房贷,一个是信贷 那信贷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借一笔钱可能10万20万 然后就是依利率 然后就慢慢的去偿还 那房贷也是一样,那房贷有几个比较特别的特点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他的利率只要1.4%起跳 那他其实是一个,我看一下他写什么 1.8%起 所以呢 他有两个不同的利率 那你要看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房子的状况 然后还有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所谓的信用记录良好与否 来决定你自己的贷款利率这样子 那第二的话呢最高层数是所谓的8乘5 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一个1000万左右的房子 那么你最高可以带到850万 所以说你的自备款大概就是100到150万就可以了 那这个150万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影片跟大家讨论过 就是小资组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其实你的第一桶金存到之后你就可以来买房子了 或者是你可以做其他的投资运用这样子 那最长的年限有40年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35岁像宝可梦一样 那么我如果待40年就是可以来到最高是75岁的时候把房贷还完 这听起来也是好恐怖哦 就是不是财务自由40年而是要背房贷40年 那宽限期最长3年 3年的话是只缴利息里面缴本金 但是第4年起就要开始缴这个本金的部分了 那手续费的话呢3000到12000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往下看一下它这个所谓的注意事项 那这边都有写到说这个活动是3月到12月31号 所以你自己也可以去把握一下这个活动 那贷款期间的话至少要20年起最长到40年 那它的利率这个费率的部分是3000块 所以它的总费用百分率大概是1.46到1.5亿 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也没有非常的高啦 但是呢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就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 就是说你适合这个产品吧 我觉得在银行界台湾的银行界其实竞争非常激烈 那1.4也许不是一个最优惠的利率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应该要多多多的去看一下市面上 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房贷利率 比如说你自己的新转行有提供一些所谓的员工优惠 或者是说市面上有些银行在抢客 那么他愿意提出更低的房贷利率 你都可以参考 所以我觉得大户他们希望我协助推广这个资讯 但是我还是要秉持着一个公正的客观的立场跟你讲 就是说这个产品并不会因为他送你一些赠品 而让你非得在这里就是进行声带不可 但是呢他的确是有吸引力的 我觉得这个利率的确算是蛮低的啦 那你还是要自己去做功课 自己去比较找出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的部分的话呢 我简单的介绍过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你可能还会再问我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问就是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我人生有100万 那我到底是要投资还是要买房子 那像我们这个李的才知道的节目里面 像这个房产达人 这个黑心房仲的克星斯韦老师 他也跟大家讲说现在的房价就是很高 然后就是不要进场怎么样怎么样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房价只会越来越高 不太可能因为政商关商勾结的关系 所以其实他这个房价是不太可能一系之间崩跌 所以如果你自己是要自做的部分 那的确是有可能是可以下手去买的 但是前提是我个人觉得你要背 比如说你买1000万的房子 你要背850万然后背40年 然后这样利率算下来 你可能每个月自付额都是两三万其他 其实那会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个人会建议说你也许可以再多存到一点钱 比如说利用时间帮你把你的本金 滚出更多的富力之后 也许你以后买房子会比较轻松一点 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已经有存到一笔钱 你已经打算要现在要买房子了 那也许大户的这个房贷的活动是适合你的 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这样子的讨论 那你如果确定要申请这个房贷的话呢 有没有什么好康是你可以A的 现在这边就重点了 这个大户的房贷利率1.4% 请你回用大资金 这个你在官网都可以看到 刚刚已经有讲过了 那再来的话呢 揪团怎么玩 如果你参加这次的房贷MGM活动 那这个房贷MGM活动的专属连结 我会在稍后把它放到我的我们的资讯来 因为这个资讯来的非常的又快又急 我只有一个小时间准备今天的影片跟简报 所以呢 相关的资讯我会在近期赶快跟大户联系 请他们给我专属的申请连结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什么呢 广富号的文青带 这个文青带我们之前已经有跟大家做过开箱 非常的有质感 那它的成本大概至少六七百八九百块跑不掉 那乐陶陶的这个联名碗的部分 它的价格是多少 我倒是不知道 但是应该是一个有名的文青品牌吧 所以你只要参加本团的MGM活动 那么你这两个东西就是一定可以拿到的 所以非常适合就是喜欢文青风格的年轻族群 而且已经有确定要成家立业的 那么你们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但除此之外 你真的有必要为了这个赠品而去申请房贷吗 我倒是觉得还好 因为买房子是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所以也请你们不要被赠品冲昏头 我们有提供赠品很好 但是你一定要想想看 超级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才是正确的选择 不是说为了要赠品而来 不然反正这些有点夸张 但是我们的确能够为大家都争取到一些赠品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那再来的话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图 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会有两个赠品 一个就是这个 上面你看到这个有用塑胶袋装起来的 这个是我们大户的这个文 不知道文青提袋 应该说是广富号的联名提袋 非常有质感 不管你是要拿来就是外出 或者是你要装便当盒都很棒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联名的碗 这个碗就是只有单碗一个 然后它就是送你一个大户的这个碗 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说 如果你是跟上本团超级好康的话呢 你还有什么东西 跟上宝可梦这一团 你还有所谓的加码抽奖 那加码抽奖送的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本月的新开立大户加上办理房贷 所以它这边的条件就比较严苛了 就是说你如果是9月份开立大户 数位账户跟上本团 并且办理房贷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前面刚刚讲的 这两个东西之外呢 还有我们会抽这个乐淘淘的联名碗 有两个要来给大家 就是你抽到一组就是有两个 那总共会送出两个人 那我们还有广富号的联名文青提袋呢 会再抽五个人 所以最多会有七个人中奖 言下之意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房贷 这个活动没有人参加的话 七个人以内就是人人有奖 超过七个人才要抽奖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也是大户针对本团给的一些好康 如果你近期有一些亲友要申请房贷 那么也可以欢迎他参加本团 因为这样就是铁定中奖 就是多拿好康回去啦 所以很有趣的活动 但是你还是要多方自己去比较 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说 我这边是大吐 你可以拿到一个封的碗 跟一个大户的碗 我还是觉得我自己选的这个书法字型 大户比较好看 哈哈哈哈 好 你大家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 但是这可能是大师画的 这个大手笔的这个字 那当然跟我自己挑选的 这种书法字型不一样 但是呢 大家就是可以参考一下 这样子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是我特别为这个 永峰大户提带拍摄的一组图片 那这个图片就是先放一张起来 我其他照片还在整理 所以如果你拿到的话 这个大户提带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给大家就是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是本团救护办理房贷会有好康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也应该要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介绍 但是呢 因为我影片上线仓促 所以我还没有办法去 跟大户取得详细的联系跟讨论说 有没有什么加码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大户的救护 有没有跟上我们本团的活动都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如果是视线就开好 大户的这个账户了 来参加我的活动 的确有好康 但是这个好康是送什么东西 是抽什么东西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玩法跟门槛 请你就是容我卖一个关子 等到我跟大户讨论完确定之后 就有了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些 9月份开户 并且申办这个贷款的朋友 可以就是享有的优惠 那现在是9月以前 就已经持有大户数位账户的朋友 要来参加房贷活动 有好康吗 当然有 但是这个部分我会稍后再跟大家做公告 所以大家就是密切关注我的粉丝页 我的YouTube影片还有我的Blog 都会有这个详细的解释 那再来的话呢 大家最想知道就是说好的大户9月活动到底跑哪区了 不是说9月中吗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 就是说不是说我不赶快公告 而是有的时候银行的这个流程就是会比较慢 所以他们所送上去的活动可能要经过层层展关 然后最后确定之后才会层层回来 然后我才会知道这个活动到底有多少的预算 然后可以送多少东西 那这些都是要过5关展6张之后才会给的 所以我其实通常都会在一个月前就跟大户在讨论说 我们如果下一档活动要做要怎么玩 然后有要开始行动了吗 但他们的动作就是会比较缓慢一点 所以都会延期到 所以我们中间都还是有空窗期 只是说这次的空窗期会拉到一个月这么长 所以就是说您可能要在9月底10月初之前都不会有活动了 所以我在7月跟8月份的上车活动就有讲了 我们就是活动就是直到8月底 那9月份如果你要参加的话 你就只能等了 就是这样子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去谈来的 都是要发挥影响力 人家会看你之前的纠团成效好不好 才会决定要接下来给你什么东西 所以不是说光是一直敲碗就会有东西 没有 这个都是要花时间去跟人家去沟通 negotiate才会有的 所以这部分大家就是要多多包含 现在没有活动没有办法 因为就是还在跑流程 那至于会送什么东西 会不会是现在这些东西 还是有其他的活动的赠品 这个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我们广富号的提袋非常非常的昂贵 他的一个东西的价格就是6、700、7、800 超过一般银行开户所给的500元的这个手刷力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不太可能是人人都有 但是呢我们也会尽量争取到最大的分数 能够再给本团好不好 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要耐心期待了 那到底会送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都不知道 这个都还要再等到 9月底10月初之后才会有这个更进一步明朗的情形 那也跟大家特别提醒 我们只会有这一档了 年底前只剩下这一档 这一档走完就没了 比如说从10月走到11月 那12月就不会有活动 因为已经年底了 他们要就是要关账 然后要开始来这个做结算了 所以不会再有活动了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开立大户数月账户 而且要A好康的话 请你们就要把握我们秋天的这一档 最后一档之后就没了 值得的话就是官方直接自己申请就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最后的话跟大家聊一下金骏 就是还是要讲一下 这个就是有水当思无水之苦 就是很有趣的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就是现在要上车 我就是现在要开户 为什么没有活动 那当初也就一直有跟大家做这个 所谓的打预防证 就是说活动就是一档一档谈的 没有就没有了 人家就没有钱或者没有预算 那当然就是说有预算我再来办活动 所以这种活动的东西就不会是一档一档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银行都会走这一条路 就是学台北富邦J卡一样 就是说我们的NGN活动有 但是我们就是走比如说快闪4月到5月 然后就没了 后来7月到8月有一档就没了 后来的话9月份到10月份又要再做一档 所以他中间有时候都会让一个月 就是会空一个月的时间来决定说他们接下来的方针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就是有银行比较愿意就是说 有这种连续性的开户活动倒是没有 现在很多银行都是会是切断性的 所以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的 所以你自己就是去好好的关注这些相关的资讯 如果有活动要参加 那就是再来参加上车就好了 那至于没有活动的时候要开户怎么办 那就开啊 对啊没有人就是把刀子架在你头上叫你一定要开户 或现在一定不要开户嘛 所以你就是自己去决定最适合自己的方案来参加就好了 那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 就是用我们的影响力帮大家都争取到一些赠品跟奖品送给大家 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如果没有要跟我们这一团 那你跟其他人都拿到的了不起就是比如说50元啊 那也不会有我们顺量这么多的赠品 那其实都是根据各个KOL的影响力 然后让银行来决定要放多少资源在你身上 这其实这个社会是非常的残酷而且现实的 你越有影响力人家就愿意给你更多东西 所以大家其实也都是吃着宝可梦的影响力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啦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就是有水当事无水之苦 现在有活动就不要参加 没有活动就没有活动了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支影片对你来说很有帮助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赶快来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个赞 这个影片的消息呢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理解就是 房贷其实也可以使用大户啦 但是自己还是要就是算清楚 想清楚决定了 下好离手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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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